自4月首飞以来 SpaceX对星舰进行了1000多次改进 二次试飞是将星舰置于真实飞行环境的另一次机会 以最大限度的提高SpaceX的学习能力 快速迭代开发是必不可少的 这次飞行测试也将首次展示热分离系统和新的电子推力矢量控制系统 马斯克则在发射前扬言保证自己 扫轻重重阻碍 SpaceX创始人马斯克期待已久的大火箭星舰终于迎来了二次试飞 美国东部时间11月18日803分 北京时间11月18日21时03分 SpaceX星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起飞 执行第二次轨道级测试飞行任务 火箭极舰分离后超重助推器爆炸 SpaceX原本希望引导它在海洋中可控陷落 但星舰飞船仍在移动 以更快的速度飞向太空 发射约九分钟后 在场者欢呼 直播视频中 马斯克微微点了点头 但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 几分钟后 任务控制中心似乎与星舰飞船失去联系 欢呼声逐渐平息 星舰由第一级超重火箭助推器 和第二级星舰飞船构成 未来两者皆可重复使用 这枚大火箭原定于11月17日二次发射 但由于要更换一个炸隔翼驱动器 所以发射推迟到18日 这些像华夫饼形状的山隔翼将帮助火箭助推器在发射后返回地球 虽然发射推迟了 但一些长途跋涉来到德克萨斯州最南端观看火箭发射的人 还是愿意留下来继续等待 这次起飞后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 超重火箭助推器将在发射后约7分钟 建落在墨西哥湾 而星舰飞船继续向东飞越海洋 接近轨道速度 并在升空约90分钟后 降落在夏威夷附近的太平洋上 如果任务成功 二次试飞的星舰将是第一次与外太空擦肩而过 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最强的火箭 保证刺激 星舰整体高120米 直径9米 只在将人和货物运送到月球 火星和更远的地方 也计划设计用于环球客运 地球上的乘客 只需半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 星舰被认为将是有史以来 最大也是最强的运载火箭 马斯克曾说 星舰推力是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土星5号登月火箭的两倍多 二次试飞 是星舰四月首飞任务的重演 试图完成首飞未能完成的任务 SpaceX在11月16日表示 这次飞行是将星舰置于真实飞行环境的另一次机会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SpaceX的学习能力 快速迭代开发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发射系统 能够将卫星有效载荷成员和货物运送到各种轨道 以及地球月球和火星上的着陆点 在此次发射前 马斯克11月16日在社交媒体X上扬言 这次发射保证刺激 同样的场景也在今年3月出现 当时马斯克在星舰首飞前也表示 星舰轨道级首飞的成功几率为50% 我并不是说它会记录轨道 但我保证会很刺激 它补充道不会无聊 今年4月20日 星舰从美国德克萨斯州起飞 执行首次轨道级测试飞行任务 但升空后不久就遇到了问题 SpaceX下达了自毁指令 随后星舰在墨西哥湾上空摧毁 那次发射对地面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 在发射台炸出一个大坑 碎片飞舰到大约5英里外的一个小镇上 引发了监管审查 当时星舰的猛禽发动机阵列 对发射台产生了大量热量和压力 导致混凝土发射台破裂 中佛罗里达大学行星科学家菲利普 梅斯格·菲勒普·麦斯格 表示星舰首飞导致发射台 造成了相当于火山吞发的效果 千次改进 为了再次尝试星舰入轨飞行 马斯克9月曾表示 自4月首飞以来 SpaceX对星舰进行了1000多次改进 最终在11月16日 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 星舰得以二次试飞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认定 SpaceX符合所有安全 环境 政策和财务责任要求 SpaceX表示 星舰首次飞行测试 提供了大量经验教训 直接促进了火箭和地面基础设施的 几次升级 提高未来飞行成功的可能性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炸毁发射台的情况 发射台用了35300立方英尺的高强度混凝土加固 SpaceX还在发射台下安装了一个喷水系统 用于减缓助推器33台猛禽发动机产生的巨大能量 据Ars Technica报道 该喷水系统包括火箭下方的后穿孔钢板 通过钢板喷水来抵消33台猛禽发动机 同时产生的热量和声波能量 第二次飞行测试 也将首次展示用于超重助推器猛禽发动机的热分离系统 和新的电子推力矢量控制系统 其中热分离技术是这次发射中最大胆 最棘手的射击变化 通常情况下 传统火箭一级助推器的主发动机停止 然后火箭第二级在分离后点火 但星舰的二次试飞是在一二级仍相连的情况下 二级开始点火 SpaceX在星舰助推器的顶部增加通风口和重型隔热罩 让火焰溢出 马斯克表示 这种方式不会令火箭爆炸 它还给了第二级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推力 使火箭的有效赛赫增加大约10% 苏联曾使用过这种热分离方式 但马斯克说 这是SpaceX第一次尝试 也是飞行中最危险的部分 马斯克曾表示 如果发动机点火 星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爆炸 我认为我们有相当大的机会进入轨道 不过 SpaceX龙飞船前任务主管阿比 特里帕蒂·阿比吹帕蒂曾表示 这样做的代价是 热分离可能会使助推器面临更大的火焰风险 SpaceX希望重复使用助推器 但这个举动与正常预期相反